从更大的天空到更大的住房 住在孤兴州、德克萨斯州的任何人都听过 德州什么都更大这个说法 从面积看 德州是美国相邻的48州中最大的一个 它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大约两年前 全职居家父亲亚历克斯·巴库斯 为了他十几岁的女儿 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 搬到了德州的首府奥斯汀 巴库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说明了德州和加州之间长期竞争的原因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德州最近赢得了人气竞赛 而影响所及 华盛顿也会感受到 作为民主党的堡垒 加州有史以来第一次 因为人口略减而丧失了一席国会席次 倾向共和党的德州增添了两席 成为全美50州最大的赢家 主要的原因是 在大流行病期间 从加州和纽约州等 生活昂贵的州 人口外流的更多 在大流行病期间 一位德州的知名加州人之一 是特拉斯和SpaceX公司的 共同创办人 埃隆阿斯克 但这并不意味着 大量加州企业外流 奥斯汀的搬迁专家 乔布·帕蒙德说 外国投资者也注意到了德州 巴库斯说 也许德州比较便宜 而且提供较好的社交生活 但加州的户外活动十分丰富 而德州的夏天和北加州温和的天气相比 也更炎热 当巴库斯为这个问题而纠结的同时 他将到奥斯汀湖滑水 并享受德州较低廉的生活费用所带来的好处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洛杉矶报道